光复乡待会定期大会31号的乡长施政报告议程当中 乡长林清水致力推动文化建设的同时 也极力维持所会良心互动 有效创造光复共好 光复乡长林清水来到第二季的任期 在这一届乡待会定期大会第二次施政报告议程中 林清水针对了人口少子化以及高龄化的社会问题影响下 原住民族的文化附阵推广工作进行说明 此外乡亲民众所关注的乡政建设议题 还有观光产业的推广 社会福利工作的推动 乡长林清水除了感谢乡待会以及地方乡亲的支持与配合 也持续率领公所团队进行业业执行 为地方建设打造美好光复而努力 连任成功的乡长林清水 地方建设不中断的同时 第二季的任期守中地方产业的辅导推广 以及租群文化附阵与传承 站在报告台上的林清水感谢乡待会 对公所团队的支持与协助 极力维持所会双方良心互动 林清水说 唯有所会同心团结光复才能共好 记者是越南光复采访报道